今日,郭富城陪芳苑逛街的照片被媒体曝光,夫妻二人身穿黑色上衣,十分低调,芳苑来饮料时,郭富城还伸出手,帮芳苑整理头发调整帽子,让老婆造型保持良好状态,真是贴心。 郭富城方怨虽然相差22岁,但从照片来看,今年53岁的郭富城保养甚好,一头黑发又浓又密,丝毫不输当下小鲜肉,令人意外的是,方怨的手上惊喜爱马仕,有网友调侃,郭富城这么抠门真是难得,方怨这次苦尽甘来了。 不过,很多网友觉得方怨成为奸王嫂,头衔比物质重要,郭富城再有钱也是他的,跟方怨没有半忙钱关系,但也有很多网友支持方怨,觉得他的努力没有白费。 他为郭富城生了一个女儿,享受郭富城的财产也是理所当然,既然结婚就要对老婆好,都是一家人,郭富城的东西也就是方怨的,节俭是好事,不存在抠门一说。 方怨已走八七年出生在安,灰无狐的一个农村家庭,家境极其普通,模特出道后成为知名网红,去年嫁给郭富城时,安徽的乡亲们还夸他命好又努力,但是郭富城对方怨一开始并不是特别大方。 港媒的报道总是很直接,就算结婚当天在半岛酒店搬酒,伴手里也背着比较寒酸,其他大牌明星举办婚礼,动辄是资过一包小海岛,郭富城和他们相比,相差甚远,甚至在结婚后,方怨在家里做饭,还用费报纸当桌店,real接地气。 方怨与郭富城交往期间,穿衣又是一场低调,几百块的衣服和鞋子,丝毫没有阔泰的感觉,就算买奢侈品,很多还都是山寨货,被假包穿高绑,很多次都被防御扒出。 比如而陛下下面穿的这款DL红色吊带连衣裙,方怨也穿过,可惜后来港媒指这件衣服是129元的孟宝货,就连行李箱,也被指示山寨德国名牌。 方怨由于穿着打扮太寒酸,郭富城还被网友调侃是最节俭的明星,如今看到方怨背起了爱马仕,不知能否说明他已经全面攻陷郭富城了呢?